NBA中从来都不缺乏表现全面的球员,他们既可以得分,又可以助攻队友得分,还可以抢篮板,还可以防守。 而在NBA的历史得到15000加6000加8000,却不是一件荣誓的事,历史仅四人,现意仅一人,奥斯卡罗伯特森26710分加7806篮板加9887助攻,罗伯特森是历史守卫场军得到三双的球员,他的全面也是无庸置疑,罗伯特森职业生涯一共出场的1040场比赛, 得到了26710分7806篮板9887助攻,并且获得了181次三双,排名历史三双榜第一,魔术师约翰旭17707分加6559篮板加10141助攻,魔术师约翰旭的传球神出鬼没,经常送出漂亮的助攻帮助队友得分,而魔术师也是一个十分全面的球员, 不仅传球技术好,而且得分和篮板一样了得,魔术师约翰旭职业生涯一共出场的906场比赛,得到了17707分,6559篮板10141助攻, 并且职业生涯获得了138次三双,排名历史三双榜第二,基德17529分加8725篮板12091助攻,如果说谁是最会抢篮板的控球后卫,那一定有基德的位置。 基德不仅抢篮板的能力强,而且他的助攻能力也是十分厉害的,基德有着冷静的头脑,可以很好的掌控场上的局势,进而帮助球队取得胜利。 基德职业生涯出场的1391场,得到了17529分,8725篮板12091助攻,并且职业生涯获得了107次三双,排名历史三双榜第三,詹姆斯3210038分加8415篮板加8208助攻,詹姆斯是现役中最厉害的球员,而且他的篮球技术也是十分全面的, 虽然他打的是小前锋的位置,但是他可以从一号位打到五号位,所以詹姆斯得分,篮板,助攻都十分了得,詹姆斯到目前为止,一共出场了1143场比赛,得到了31038分8415篮板8208助攻,并且是历史唯一一位达到311000加8000加8000的球员, 并且获得了71次三双,排名历史三双榜第六,不难发现,能够达到了15000加6000加8000的球员,他们都是非常全面的球员, 罗保特森三双排名第一,魔术师约翰逊三双排名第二,吉德三双排名第三,詹姆斯三双排名第四, 而下一位能够成为15000加6000加8000的球员,相比也一定是一位技术全面的球员。